Nukea 8.1 螢幕電池跟充電機板 花了1358元 因為我這台Nukea 8.1 螢幕破了半年以上 它的充電已經充不進去電了 再幫它換了電池 三組工具 為什麼會送到三組 來 充電的 電池要這麼麻煩 電池還附電池膠 電池膠我沒拆過 這是原廠的嗎 無所謂 這是電池膠 螢幕要這樣拆 這樣有點刺激 它只能換這一片 如果是連整的外殼都有 就方便多了 這一片要 撕下來會有點 我再把它多貼一層膠帶好了 等一下碎掉 等一下吹螢幕起來 這膠帶會不會濃掉 開工 開工 我實在沒什麼把握 第一次 人生嘛 難免都會有第一次 這杯蓋已經浮起來了 Lucky 不用吹就那個 翻得起來 不用吹就起來了 現在是什麼情況呢 難道是因為我拿來那個 打電動 那個掛機 打手遊掛機 然後太熱嗎 有可能喔 打手遊熱中好處 照位置 照位置 我這邊螺絲位置會相對應 放在這裡的位置 這樣我就不用去記螺絲了 當然比較不會出錯的把它擺回去 螺絲的位置在哪裡 這一顆在這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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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子 對對對 這是把它拆 拆電器的方法 這樣螺絲才能完整的 比較完整的回去它原本的位置 因為它有些螺絲可能會有分大小 但是 你要去記 用起來看起來都一樣 對對對 你要去記這種東西 太麻煩了 不如就用這個方式 上蓋啊 上蓋 然後 哎呀這裡還有 喔 有點難 這個比較難 比較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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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如直接把主板都拆了好了 第二層放這裡 第二層放這裡 有沒有 喔喔喔喔 了解了解了解 這樣子的這樣子 好 起來 短路 火花有沒有 好 起來了 這是電源的吧 這一個是電源的 有 斷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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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板應該可以下來了 對對對 然後 好 起來 起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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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漂亮 拆電池 有一條可以拉的 是這一條嗎 好像是 有有有 啊 啊 啊 拉到拉到 想要來看 啊斷了斷了 斷了斷了斷了 這是電磁膠 好 我大概從那邊拉起來了 但是竟然沒有斷掉了 完蛋了 來來來 拉給你們看喔 要不要拉 輕一點輕一點 慢慢拉慢慢拉 我把它拉起來 對慢慢拉 對對對對對 漂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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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盒 原來剛才那邊已經大到底了啦 尷尬了 我要把螢幕拉下來 螢幕怎麼拆呢 這一條應該已經不需要了 我覺得我再把這個板子也要拆下來嘛 這邊有個螺絲 這就有什麼 該被那個排線擋到吧 現在的難處是要把螢幕的扒下來 螢幕應該是貼上去 然後這條線接上去而已 所以我要從這裡把它咬起來 應該是可以 應該是可以 開開開開 不要 拆掉拆掉了 感覺可以一次起來 喔 碎玻璃 這等一下碎玻璃要先清掉 漂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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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喔好好好好好 漂亮 喔漂亮漂亮 這是碎掉的螢幕 想像中順利 這是新的螢幕 這是舊的螢幕 這是舊的螢幕 嗨貓咪 你覺得這裡有趣嗎 不有趣 那你為什麼會一直進來看 黑板間是 黑板間是氣放在門口 這邊它有很多碎玻璃 它沒下來 這邊這裡 碎玻璃都沒起來 它膠黏住 這邊是最大片的玻璃 你看都碎掉 螢幕拆掉有沒有看到 哇 它這是拆下來的螢幕 酷耶 酷喔 剛才問妹妹妹妹妹說還好 然後妹妹又一直跑來看 好 這是記憶 先要把那個 地板上面的殘膠弄乾淨 有殘膠嗎 棉花棒沾酒精醬去塗吧 現在開始裝回去了 這是被蓋 電池 電池膠 新的螢幕 這邊都是需要的工具 然後這個是 它送的膠帶啊 沒錯 哦 有沒有看到 新的螢幕 然後 主板 這樣子 充電主 麥克風 這邊是麥克風 麥克風 484848 電池 應該是這樣子 對對對 蓋子 蓋子 把螢幕接上去 好 來開機試試看嗎 小烏 小烏 螢幕電燈充電的都有進去 我們看能不能充電 可以充電 可以充電 可以哦 可以啊 手機正在提供60% 好 關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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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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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開始黏回去了 測試 OK 這是他送的膠帶 好像沒有很進去 有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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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 那為什麼沒有那些人 你看 越來越長的怎麼辦 回了 回了 不會貼 所以真的要 爸爸幫你幫 爸爸有點無奈了 電池膠怎麼貼啊 回了回了 喔想到了啦 他是雙面的啦 所以我這樣放上去 我只要 這樣子放 理論上是我 黏這邊就好了 黏一邊 你看他們可以交易 這樣放上去 然後呢 撕下來 啊 要浪費一個了 好多英文字 難道你是 用那個打開的 這也不能用 好吧 就貼一邊就好了 果然 年輕人就是年輕人 太菜了 然後這個可能頭太出來了 放太多出來 無所謂 有一邊黏珠就好 用寶寶的嗎 一定要這麼還原度嗎 好 怎麼沒有出來 那這邊怎麼沒有黏住 好 這個坐在這裡 然後 然後 充電孔這邊OK了 主板 上主板 主板想辦法卡進去 主板有幾顆螺絲 兩顆 兩顆螺絲 好 那接下來要把 相對應的東西 先把電池 電池最後再來 螢幕接上去 OK 這個 好 先這個 按照螺絲位置鎖回去 這個就比較 這個 電接上去 再鎖背蓋 好 好 再開機一次 沒有東西會掉 嗯 漂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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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下來 這個鎖回去 背帶鎖回去 現在鎖這個 鎖之前 它有一件事情 這一個的 你要接上去 指紋的 接上去 才能鎖 然後背帶要起上去 所以會有點難的是 所以會有點難的是 我要先把膠帶黏上去 然後這壓上去 然後這個鎖上去 然後這個鎖上去 指紋 哎呀 出來就好 好 這條 麥克風現在卡在下面 兩顆螺絲 這樣就很合了 好 好 招待 好啦 不管了 就把它黏上去 可以 隨便 好 那就是 壓上去了 收工 哈哈哈 狂笑 哈哈哈 哎呀 手機修完了 妹妹妹很厲害 等一下我看一下我確認 確認我有沒有 好不一樣喔 嗯好嘞 都變元素 嗯好啦 這就是從 從頭開始拆到完 指紋解鎖 指紋解鎖油 嗯 指紋解鎖油 好 妹妹有那個 測試一下能不能充電 然後 看點 可以做得到嗎 充電中 然後呢 正常 充電中 然後電流都是 0.9 0.8 表示他的那個充電的那個模組也OK了 好 我們來看一下那個充電的情形 目前來說 充電兩次應該都OK了 對我在充電 然後發現一個問題 就是我這個 我這個紅的呢 他是在螢幕底下的 我忘記把他先撕掉 所以一起黏進去了 這邊這一塊呢 撕起來只有 外面這一個 但是在紅的呢 紅的這一片沒有濕到 所以他到時候用高片割掉 就讓他藏在裡面吧 我們來看 要不要緊 我們來吧 我們來看 我們來看 得到 我們來看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